睡眠障礙已成為現代人身心健康最大的困擾 睡得不好,很容易出現情緒不穩定 頭痛、頭暈等等的症狀 還會影響我們身體的免疫力 會加快我們的衰老速度 近日,大灣區優眠行動大型公益項目隆重啟動 這個項目會聚焦灣區市民睡眠質量、心理健康 開展相關的科普及臨床研究活動 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 中國睡眠研究會在今年發佈了 2021年運動與睡眠白皮書顯示 目前中國有超三億人存在睡眠障礙 怎樣好好睡覺已成為社會的熱門話題 睡眠困擾的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有這種經歷 如果按照醫學上睡眠診斷這個標準來講 就是診斷睡眠障礙的有15% 這是一個很高的數據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 這麼多人有睡眠以後 必然會帶來勞動力效率的影響 所以說我們把它成為公共衛生問題 專家提示 長期睡眠不足會加大患心腦血管 頭尿病疾病 抑鬱症、肥胖的風險 損害現肢功能和免疫系統 但是目前我國成年人的睡眠市場只有6.5小時 青少年睡眠不足的問題尤其突顯 為響應健康中國2030年行動 指出2030年國人的睡眠市場目標是7至8小時的目標 由中國睡眠研究會和初眠公司共同舉辦的 粵港澳大灣區優眠行動全國性大型公益活動 在近日正式啓動 科技是國家強盛的基礎 睡眠科技力也是推動管治大灣區睡眠健康行動至關重要的因素 並且實驗、醫院、互聯網、民診到家庭管理完整的治療生態鏈的重要環節 中醫認為肝房旺盛不但會影響我們的睡眠質量 亦是肝臟功能下降的表現 有街坊說自己也不會怎樣喝酒 但看檢查出有脂肪肝 而且這個病不痛不癢 大部分人都會把它不當成一回事 亦不會去看醫生 可能因為這樣就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有了脂肪肝到底怎算好呢 健康生活家推出教你讀懂體檢報告系列 看看報告中的脂肪肝 肝癌的發病率越來越高 發病人群逐漸年輕化 大多數的肝癌都是由基礎肝病發展而來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已取代病毒性肝炎 成為我國第一大肝病 很多人的體檢報告當中 都有脂肪肝這三個字 但由於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就自知不理 久而久之 最後可能會發展成肝硬化、肝癌 最主要是第一個 現在的人民生活就好了 對飲食方面可能吃得比較多 另一個就是斷鎮 可能就少斷鎮 第三個就是工作壓力大 各方面的情況都有 最主要飲食跟斷鎮方面 跟脂肪的影響比較大 據統計 約有15%的脂肪肝患者 會在5至25年時間內 從肝硬化轉為肝癌 脂肪肝的發展也是一個慢性的過程 一般情況開始可能會發力納叉 所以在飲食方面也不注意 生活方式也不注意 這個時間會催省慢慢慢慢就發展 一般就十多年左右 就發展一個重度的脂肪肝 脂肪肝如果再不注意的話 可能纖維或形成就發展很感應過 這個過程可能有十多年左右 脂肪肝不用忽視 這些關於脂肪肝的常見不虛 你要知道 脂肪肝不虛一 瘦的人就不會得脂肪肝 這種講法不科學 瘦的一樣有脂肪肝 發病率低而已 主要是根據你個人的肝臟的脂肪代謝 斷鎮的情況 脂肪肝並不是肥胖者的專屬 一些瘦弱的節食減肥者 營養不良 身體沒有足夠的蛋白質 就會有更多脂肪對積度肝臟肝內 脂肪肝不拒疑 脂肪肝不拒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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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